您好 请出示门票 前面直走入馆 使用自己的耳机 连接我们馆里的无线网络 就可以听到讲解了 不好意思啊 由于技术升级 我们已经不配备降解设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这是托洛蜜时期 上面说到医生的妻子长期被心脏疾病折磨 一天天走向死亡 他尝试过很多治疗方法 也试着每天在神殿与祭祀一起祈祷 可奇迹没有发生 他最终买下了一名奴隶 想将他的心脏换给妻子 当然没有成功 他将妻子的心脏解剖 试图找到病因 也许在他的眼里 带走他妻子的不是死神 而是疾病 可惜在他的时代 即使解破了心脏 也不可能找出病因 将结理说了 我先走了 这是最后一个展厅 谢谢你的笔 还有事 嗯 你什么时候来的 没睡太沉 没事 笔记本上的东西随便砍 但眼镜最好先还给我 你一般都是这么换人眼睛的 空闲的时候随手画的 用来推测他妻子的病因 他的记录很详细 何况只是推测 始终没法证实 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 原本就是建立在前人的 不断识错和经验总结上 有人留下了经验和疑问 就自然有人去总结和解答 我到时间工作了 我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在医院里做医生 还有的是地方可以见 他比如说 我去看看 他什么时候 继续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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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